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解这一道指数方程 我们前面已经经过了好多的指数方程 比如a的4次方等于绿色4 我们当时怎么算呢? 把这个总化成一个x的x次方等于y的y次方的形式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出x等于y 那么对于这道题目 我们这里xx次方已经有了 能不能把这里面总化成一个数的yy的次方的形式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右边的来画一下 这个就是2的平方乘以1024 也就是4的1024次方 然后我们就把它再分配一个2到4里面去 就变成4的平方乘以512 也就是16的512次方 同样的我们把512变成2乘以256 然后就变成16的平方 括号256 而16的平方就是256 所以它就变成256的256次方 那么根据前面 我们经常做了xx次方等于y的y次方 所以我们就x等于y y就是这个256 好,就是我们如果有前面的 这种解指数方程的解体经验 很勇气就很影响到这种方式 好,今后请大家记住这样一个式子 就是xx等相等 然后等于x等于y 这是我们解指数方程的一个常用的技巧 好,谢谢大家 请大家关注我的数据频道 去吧秒杀数据题